好的,玩,过了第五关,目前状态非常好 这个三连射,如果不要用连发的话,会按着手抽筋呢 三国志三连射要求这个射速是,要求按按键的这个速度要非常快 没有连发,这个角色估计玩不了 好,吃吧 谢谢幸福来枪门大哥送出的礼物啊 谢谢谢谢 大家没有关注 朋友给咱们点点关注啊 感谢 大家给我们点点赞 送送礼物 支持一下我们的比赛啊 让我们的这个现场躁动一下啊 感谢 好 草舵这里呢 是一个卡位点啊 把boss骗过来 卡在屏幕左边 就可以 实施一个非常凶狠的计划了啊 这边你 大家不需要按多一段按键啊 只需要一个按键 那就是跳 黄中在骑马状态下 他的跳跃键 按出来之后 就是这个效果啊 跳射 相当于是一个蓄力的一个单发 伤害很高 只需要按B就可以了啊 漂亮啊 下一关 我觉得也不是很难 就是对于顶级高手来说啊 应该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在boss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那个青钢剑啊 那个剑一刀 可以把敌人砍倒 像前面这种什么 三个炸家兄弟啊 几个小杂碎啊 这个地方根本不足以对高手造成威胁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 第四关 就是在下河之前的那个场景 那个算是 三国是一次出兵最多的一个场景 一次出六个敌兵 三个忍者 一次出七个 三个忍者 两个肥肥 一个一个赵家 像这种三个赵家兄弟 唯一唯一个 这个遭遇战的这种地方 其实压力不大啊 三国拿满分能进前十 我们这个比赛啊 说真的 你哪个项目拿满分 对于总成绩来说 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你说 三国拿满分就能进前十 这是不太可能的啊 因为三国就算拿了满分 也就是拿 他这个单项 也就是只拿三十多分而已 主要还是看整体 看整体 他的三国制的人物分是2.5分 再加他的这个游戏的挑战分 20分 22.5 乘以 1.4 这个项目他最高能拿到分数是31.5分 我们这个比赛 想拿冠军 你们的分数必须超过100 甚至超过105 才有机会拿冠军 31.5再加上一个基础分 30分 也才61.5分 对 这个项目的所有分数加在一起 乘以1.4 死掉的死掉的分数也要算进去哦 比如说我死命了 我扣了两分 就两分也要算进去的 知道吧 就是常规这个项目的得到的分数 乘以1.4 即使画一个组合用 1.4 1.5 1.7 1.6 1.7 1.6 跑啦